画面中可以看到深夜消防人员 在这栋集合市住宅驾骑云梯车 因为这里发生火灾 整栋大楼瞬间停电 导致许多住户受困在内 大火弟兄到场也赶紧到里面救援 有两名消防人员先是邪属20多位住户逃生后 担心建筑屋内还有其他住户受困 因此两人再次回到火厂进行搜索任务 没想到疑似因为氧气瓶耗尽 导致两人倒过在楼梯间 被其他同人发现后 紧急送完台北的医院枪救 带来听一段新竹市长的最新访问 半夜我们现在是努力的先协助 包含联系殉职同人的家属 那也现场到这个我们的医院 来表达我们的慰问跟关心 昨天深夜十点多 新竹市东区这一间大楼突然传出火警 消防弟兄到场后发现起火点 以撕是管道间的电烂 因此现场产生大量浓烟 或是在十一点半左右被扑灭 但却传出有两名消防人员 在今天凌晨12点15分 发出球丘讯号失去失联 被人发现时就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而造成两人选职的原因 还有待今天上午火调科调查理清 以上是我们的找到最新消息 我们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